美國跟英國 這個川普其實在我們公衛界的 的這個風評是很負面的 那因為川普他操作民粹主義跟極端主義 他不斷地在操作各種議題 各種對立 而強生正好被稱為歐版的川普 那操作民粹 操作對立 那麼把鈔票跟選票放到人命的價值之上 那麼有一些輕忽等等 那造成了今日這樣的情況 這個是我覺得 我覺得事實上因為他們兩位 在先前還沒有這個新冠肺炎疫情的時候 老實講我們在公衛領域的推特 我們大家其實都在憂心 這種操作是對於人類的健康跟公平正義 是非常不利的 而且憂心這對民主體制是一個莫大的衝擊 因為自由的這個民主選舉如果可以這樣操作的話 那麼這個民主呢是走向了一個負面跟毀滅 而這個新冠肺炎的疫情 我覺得他敲醒了這樣的警鐘 而且正好就是大西洋兩岸 這兩位領導人 那第二個我們就看到 在現在社群媒體的時代 任何的訊息我們都說 it went viral 他穿得很快 所以為什麼操作這個民粹是非常容易對自己有利 但是我們所有的人 如果你想要維持民主體制的運作 你要培養這樣的政治跟媒體的釋讀能力 那這個釋讀能力我常說叫做什麼呢 叫做此地無銀三百兩 就當他們在甩鍋的時候 你要去看他後面的原因 他為什麼要甩鍋 他疫情控制不好 他就要甩鍋 而且他往往比如說 他跟對於紐約洲之間 那對於外部的對他其實沒有治理權的組織之間這樣子甩 那台灣要非常小心 我要非常小心 就是說那今天川普也在玩 就是包括他對紐約洲 包括他對於世界衛生組織的這樣的一個操作的時候 我覺得剛剛賴老師講的很重要 就是說我們要很小心 就是我們在這當中 那台灣希望能夠去出席世界衛生大會 那台灣自己就要站穩腳步